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极高的学历 也没有天才般的智商 不过他却是对人性有独到的理解 而且他拥有着很高的情商和极强的社交能力 尼克出生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 并且就读于附近的一个平凡的中学 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工人阶级家庭 在1985年一比较差的成绩毕业 甚至数学还不及格 毕业之后在很小的银行做了几年的贵员 然而虽然能力不行 但是野性非常大 于是在1987年进入了摩根士坦利 成为了后台 但是在得不到重用之后 就跳槽到了英国的巴林银行 到了巴林银行之后 尼克持续在了后台工作 但是因为其天赋以柄的社交能力 于1992年成为了巴林银行 在新加坡金融免生品业务的负责人 一开始在一系列的激进交易策略之下 为巴林银行赚取了约1000万英镑的巨额利润 但是新手光行用尽之后 开始了亏损 凭借着多年做后台的经验 于是就把这些亏损放进了一个 自己做的ERROR account里面 这个账户最初是用来掩盖 他的一个下属犯的错误 当时那个下属被指派买富士银行 购买20份期货合约 但是他却卖掉了他们 导致巴林银行亏损了2万英半 于是通过这个账户 尼克让这个损失消失了 等之后赚到钱 就可以把这个骷髅填平 尼克采取的就是翻倍的策略 每次他输了钱 他都会加倍的下注 而挽回损失 每次亏损 尼克都向伦敦总部进行要钱 利用管理层对他的信任 尼克里面600万英镑的亏损 进行了一波豪赌 然而这次好运 使得所有的亏损都补上了 之后他其实有发誓 不再用这个账户 但是我们都知道 人类最大的弱点 就是心中的贪欲 尼克心想 既然我可以把600万的骷髅都填不上 那么说明我可以再赚600万 于是Aero Account并没有消失 反而越越越烈 到了1992年年底 错误账户的损失超过200万英镑 1993年增加到2300万英镑 到了1994年 这个窟窿 则激增到了2.08亿英镑 后来不是没有人怀疑他 而是他每次都靠着很好的声誉 以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查 并且还通过了Aero倡户的退冲 使得自己的期货账户 实现了超过2000万英镑的巨额浮盈 结果就是Aero账户出现了巨额亏损 但是在1995年 1月16号 为了易波肥 填平Aero Account的亏损 克进行了大举做空 日经主书期货stradle 就是如果日本股市波动不剧烈 他就会赚钱 如果出现日内剧烈波动 则巨亏 然而事情就是那么巧 在第二天17号 就发生了板升大地震 亚洲市场陷入恐慌 日本股市开始剧烈波动 然而尼克连森 试图进行一波更大风险的操作 来进行弥补损失 这次压住的是 日经指数将迅速复苏 然而没有了新数光环的尼克 这次输得非常的彻底 日经指数并没有复苏 反而跌得更惨 尼克和他的账户直接被干费了 于是在留下了一张 I'm sorry的字条后 他就跑路了 这位年轻的交易员 凭借着人格魅力和豪赌 终于让巴林银行损失了 8.27亿英镑 约14亿美元 终于 这位曾经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银行 在202月26号宣布破产 并且被收购 尼克和巴林银行的虚荣心 作祟也是其中的导火索之一 对于巴林银行来说 其实可能内部人员已经怀疑到 尼克有问题 但是因为 因为在毫无对冲的情况下 可以创造如此高额的盈利 对于一个数学都不及格的人来说 本来就不太现实 但是为了维护名誉 管理层互独自般的选择了沉默 对于尼克本身来说 在自己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因为虚荣心和贪欲作祟 一步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这起事件中 不乏有管理层的疏忽 但更多的就是对于个人的盲目信任 才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那么信任 或是说人格魅力 是不是逐渐成为了近年来投资的主旋律 也成为了很多骗局钻空子的温室 之后也会和大家聊一聊 近年来很出名的诈骗案件 比如FDX的崩盘 还有霍姆斯夜雪的骗局等等 并且深入探讨一下 人格魅力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投资的风向包呢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